叔 叔叔 你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这个穷小子 我永远不会认他 爸 你不认也不行 我就是喜欢他 我说你大美啊 你就是傻 你不那小子 又穷 家又远 你吐的什么你 大美 你就听你爸的吧 别惹他生气了 爸 妈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们的 但是唯独这件事不行 我就得嫁给他 他对我好 我这一辈子就只认他 我跟你说大美 你要跟着他 永远就不要回来 爸 既然你非要这样的话 那这个家 我以后就不回来了 小白 咱们走 走 走啊 滚 油多也滚多也 哎呀 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嘛呀 他可是咱孩子呀 孩子 孩子 都是你惯的 哎 你 小白 我爸说的话你别在意 爸 你干什么 小白 快起来 爸 爸 我告诉你 你再动手打他 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吧 大美 都怪他 你个坏人 都能在父亲关系这样 哎呀 行了 行了 你看看你这事弄的 大美 叔叔阿姨 你们就让大美嫁给我吧 你们放心好了 我以后肯定会让大美过上好日子啊 鬼 鬼 鬼 我永远不想看到你 叔叔 鬼 小白 咱们走 走 大美 你 永远别回来 行了 行了 老舅子 阿叔呢 嗯 我给你商量个事呗 你看咱女儿都走一年多了吧 我真是太想他了 我想去看看他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呢 老舅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那可是咱的孩子呀 你的心可真够狠啊 行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我去 来 干嘛去啊 干嘛去 看我给你去 你还真去啊 肯定啊 那是我身上掉了大肉 你不想啊 我想 等等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吧 你不是不去吗 我不是怕你迷路吗 行 走吧 我告诉你啊 我这去可是为了你 我要不是怕你迷路吗 我才不去呢 好好好 都是为了我 行了 赶紧走吧 老婆子 前面这过不去了 这过不去了该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把车先停这一块吧 咱去问问 行不行 行 也只能这样了 把车靠边 咱问问 美女 忙着呢 阿姨 你有事啊 我想给你打听个人 打听人 你说打听谁啊 小白家 小白家 你知道在哪吗 你说小白家呀 她家就在前面 然后左拐就行了 好好好 那谢谢你美女啊 没事 没事 走了 你先忙 走吧 走吧 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这么难 你怎么办 是啊 走走回前来看看 应该是这里吧 前面有两个人 咱去问你 好好好 走 干活呢 小伙子 妈 叔叔阿姨 妈 大美 大美 怪你啊 你可想死了妈了呀 妈 叔啊 你干嘛呀 走过来 我跟你说个事 叔 叔 小白 我问你 这就是你给她的幸福 叔 对不起啊 我没本事 叔 你这是干嘛呀 小白 这卡里有五十万 你拿这个钱啊 去干个小生意 把你的生活改善一下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想让我女儿跟着你受罪 你看她什么样子先 叔 你放心 有了这些钱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 让大美啊 过上幸福的生活 小白 小白 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话 叔叔 你放心 我一定收到最早 那好 我再相信你一次 行啊 你放心 这个钱以后 我也没还给你的 那行 咱们走吧 走吧 大美 刚才叔叔给我一张卡 说里面有五十万 让我创业用 什么 五十万 爸 对不起 行了大美 也是爸做的不对 毕竟你也长大了 你有自己的主见了 爸不该干涉你的生活 你毕竟是我的女儿 爸不忍心看着你吃口受罪呀 没事的时候 多回家看看你妈和我就行了 叔叔 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会和大美 正常回去看你们 什么 还叫叔叔 我告诉你小白 你再叫我叔叔 我臭你 你信不信 你傻呀 叫爸呀 爸 这就对了吗 爸